環保意識抬頭 電動車崛起 2022年全球電動車銷售突破1000萬輛 變成長55% 千萬產值超過6兆美金 台灣廠商沒有缺席 其中台達電布局最早 來到賣場或是供有停車場 常常可以看到這類的充電裝 大部分都是來自台達電 其實不只在台灣看得到 它目前在全球已經有超過10%的市佔率 衝刺電動車跟儲能市場有成 台達電布置在充電裝 集團已經成為國際車廠的一級供應商 提供電動車關鍵零組件 15號更趁身追擊 豪雜46億台幣收購 德國車用零組件廠TBNC 強化電動車佈局 涵化將成為未來5年整體營收 雙位數成長目標的重要動能 做得比較熟 所以這個利潤也出來了 所以今年大概這個看 我們這個汽車部門要賺一點錢 不只台達電 台灣固態電池大廠 輝能科技 5月宣布將投資約 新台幣1735億元 在法國興建一座超級工廠 生產固態電池 更與賓士簽署合作協定 賓士也將投資輝能 進一歐元並取得董事會 一席董事 共同佈局未來商機 日龍旗下能源品牌 在全臺充電裝束 已經突破4000座 執行長言成力廉強調 將加快綠電能源的事業佈局 電動車就叫電車 裡面用到非常多的一個電子的元件 台灣在電動車這個產業 有它的優勢 越往台廠很難打入傳統機車供應鏈 如今電動車時代來臨 台灣擁有ICT產業優勢 從電池 馬達廠 再到電子舞格 努力轉型搶進電動車市場 採訣中的對方想太不倒